咱就说这港姐是非选不可吗 2024年港姐首轮面试开启 韵味变淡了 魅力失色了 昔日港姐的风采都去哪里了 想当年那些港姐美得各有千秋 李嘉欣的名艳大气 郭爱明的温婉如诗 陈法荣的清新脱俗 以及袁咏仪的灵动挑逸 甚至就连周海妹 邱淑珍这等人间有误 名次都排在十名开外 而近几年的选美质量 却难以找回那曾经让人眼前一亮的经验 夏丽门在镜头前显得拘谨不自然 有穿着性感礼服和连衣裙来面试的 也有穿着拖鞋牛仔裤来打酱油的 与潮流气质显得格格不入 当然每个选手有各自的理想和追求 他们的闪光点不容忽视 毕竟近几年也选出不少 曾让人感叹质量回春的香港小姐 2013年港姐冠军陈凯琳 从小就立志当港姐 她心目中的偶像 是曾拿过港姐华姐双料冠军的郭宪妮 于是从加拿大西蒙福雷泽大学毕业后 就赶忙跑回香港递交报名表 陈凯琳的颜值非常耐看 有人说她长得像梁洛诗和古丽那扎 但硬件却并不是那么优秀 1米63的身高体重80斤 被媒体嘲讽史上最平凶港姐 当然陈凯琳并不介意外界对自己的评价 顺利拿到冠军和最上镜奖项 次年代表香港征战华裔小姐再度夺冠 后来嫁给了TVB世帝郑佳颖 2013年港姐亚军蔡思贝 与陈凯琳同为大热门选手 尽管她在品格品行方面 还远远达不到观众员的要求 但她的颜值与身材绒布的外人吐槽 要不然也不至于和十几名男艺人传过绯闻 演技可圈可点 仅仅用了七年时间拿到TVB世后 还是有不少手段的 2013年港姐季军刘佩月 无论是身材相貌 家世学历以及舞台上的表现都非常得体 也是近几年少有演技在线的小花旦 粉丝们给她起了个乖乖女的称号 2014年港姐冠军邵佩诗 颜值还算不错 虽说入行九年时间 但拍摄的剧集寥寥可数 不少观众都以为她退圈回家接产业了 毕竟香港有名的太子乃是家族产业 2015年港姐冠军麦明诗 曾是香港石油状元和剑桥大学学霸 非科班出身演技遭到诟病 于是麦明诗将心思再次放在学业上 自学三年拿到了美国职业律师资格证 目前在麦肯西拿高薪当商业顾问 2016年港姐冠军冯盈盈 是港大笑花 也是赌王四太家公子和尤亨的绯闻女友 凭美丽的容颜和优秀谈吐一举夺魁 2017年港姐亚军何怡婷 放弃阿里巴巴的高薪职业来选美 出道几年来一直深受观众喜爱 甜美的长相一度被封为新一代宅男女神 2018年港姐冠军陈小华 这迷人的大长腿谁看得能不迷糊 小时候曾患病住院期间 当年的冠军杨思琪还曾去探病 那时候琪也要立志当乡党小姐 夺得港姐冠军后又拿下华姐冠军 入行必然会受到TBB力捧 2020年的港姐质量也非常不错 冠军谢嘉宜酷似迪丽热巴 是近十年最靓丽的混血嘉丽 亚军陈真一是所有选手中最高挑了 现实中是实打实的白富美 父亲是印尼华侨富商 根本不需要吃拍戏的苦 陈真一的日常便是满世界旅游 季军郭伯言清纯可爱 是香港大学的再读博士 出道以来没有任何的花边新闻 未来可期 2021年港姐冠军宋婉 出身于选美世家 她的妈妈是1990年澳门小姐亚军文宝雪 1991年与袁永宜同届竞争华语小姐 亚军梁凯琴从海选期间就是大热门 国武拉丁武样样精通 还就读世界排名第八的英国萨里大学 如今是香港城市大学的再读博士 季军少出的气质脱俗 不过赛后并未激起太多水花 2022年的港姐冠军林玉伟 是老牌美男子林俊贤的亲闺女 亚军徐子轩 在华尔街当过投行分析师 出过书还上过内地东义 《非诚勿扰》 港姐选美是很多 非科班出身女孩入圈的最快速方式 我们也希望今年的选美 不要让人太失望 一起期待冠军的产生 系列 策军 冠军 尼 黄 预 か 水 游